張智恆這日和未婚妻文敏外出大愛犬看醫生 在一腳踏五船事件被揭發之後首次露面 其實我要回應的在IG上面都已經回應了 都不多說那麼多 在沉澱 希望接下來會做得更加好 其實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時勢 香港都這麼亂的時候 我覺得不想多說那麼多 因為始終我的事是 我搞得大家都好像很混亂 所以我只可以跟大家說對不起 不好意思搞得大家這麼混亂 我曾經發生這麼多事 關智斌單拖上洪館 他說見到消息之後都安心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都…至少放下了一個心頭石 有否覺得很可惜 因為有這麼好的機會在洪湯 可以演出很多人 因為這樣 嗯…我不說其他的 最重要就是希望 接下來的日子 可以… 照顧到家庭 其實結婚就是每人都要結婚的 再加上… 即是…我覺得… 自己要付回應該要有的責任 之前是貪玩的 但是現在有了個嬰兒之後 我覺得… 即是是時候要醒了 要向前看 要為了家庭努力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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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 對… 不說那麼多了 謝謝 其實之前一直都接了一些事情 是未做的 對… 接下來也會離開香港 去拍戲 所以… 即是沒有影響的 有影響 有影響 不過… 對… 對… 會被我發抖 會在這兒很久 好… 也會被我發抖 我得到他 很高興 但我很愈是要要找你 很多大方想要去找你 那些人 他也不知道